自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豐盛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自在人生大學堂 多謝大家收聽 也多謝大家收看 你們好 我是啤梨 葉文輝 今集除了網絡之外 還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方寶喬先生 Hello 你好 我們整個系列都是講數碼創業及營銷 不經不覺都做了很多集 我同學Francis 有很多不同的題目 大家可以上網聽或者看 至於今集我們跟上一集一樣 都是想說開設第一間網店 我們就找到我身邊這一位 就是來自Boutier 行政總裁兼創辦人 吳嘉嘉 Eric Hello 你好 你好 上集大家錯過了 一定要上網聽看 我覺得是很精彩的 這一集我們要把握時間 因為Eric有很多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 是的 我們說到開設第一間網店 我記得上集你提及到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自己有什麼專長 你自己不知道 你就不要只為了開網店而開網店 為了夢想而開網店 但不知道夢想是什麼 沒錯 你開店裡沒有東西 那是不行的 如果真的有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有夢想 不如我這樣 我用回我的例子令大家容易明白 我沒有開過網店 我現在想開網店 我喜歡音樂 那開不了網店了吧 也不是的 有時候有些網店不一定賣實際產品 可能有些賣課程也可以 或者賣教學也可以 現在都很流行的 有很多音樂課程 有些人會剪了很多幾條影片 那就是要別人訂閱 給錢才可以看的 其實都可以是一種生意 都可以 那如果我開演唱會可以嗎 當然可以 都可以 買票 我們都幫別人很多演唱會賣過票 我真的不知道 已經是市面上有很多演唱會 是透過這樣賣票的 有些當然最大的會去傳統的售票網 但現在很多形形色色的 比較小的不同種類的演唱會都有 我們曾經真的幫別人賣過票 是有的 那賣票是否把一個QR Code出來給人家 兩種都有 其實最方便我們覺得 其實直接吐QR Code就可以了 到你入場的時候 可能有個APP 就這樣掃個QR Code 搞定 那你就入場了 都不用有張實體票 又不用怎樣撕票之類 那可不可以知道 有沒有可以做到連QR Code 都有座位 那如果要做當然可以 當然這個是大位的安排 哦 原來是可以的 我們這樣說 都可以開到網點 對啊 因為賣演唱會票 就賣了很多年了 坦白說 要劃位制度 現在大家基本上 只是改良 令到連做網點 都可以做完 你想想 其實這個疫情 是催化了很多事情 以前都覺得做不到 或者只有你做到的事情 大家在潛收幾年之後 然後發現 到我也做到了 對 而且還有很多人 自己這幾年 令到他創業 開網店 還很成功 都不少 其實疫情 有些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賣口罩都有 很多我們當時 都幫很多間口罩廠 去賣口罩 坦白說 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第一次做生意 還有還蠻誇張 因為不像平時 我們做網店 慢慢要想流量 賣口罩那期 是不用想流量 是想什麼呢 想個系統能否頂得上流量 是 因為我們試過最誇張的是 同時間以十萬計的 進入網店 去賣 搶某些口罩 這樣 要頂得上流量 其實剛才都曾經分享過 如果你要自己 寫一個系統 其實很難 但如果用一些本身 已經做開 而且是幾scalable的系統 那你就不用怕 我同時間有十萬人來 都不用怕頂得上那個系統 剛剛說到賣口罩 都是一些實體的貨物 要牽涉物流 演唱會也簡單 有QR Code 課程 剛才你也說到 是一條條片 可以按下連結 然後按著來播放 那些 物流 你們是 例如現在網上幫人 搞一間網店 物流是自己搞的 兩種 我們一種 跟物流公司都做好 Integration連接 什麼意思 以前很久的傳統 就是我收到訂單 我還要把你訂單的 你的名字 你的地址 抄在一份 走入物流公司系統 Copy and Paste 放入物流公司系統 然後通常 我們會經營一個 叫Way Bill 大家如果有收貨 可能沒有賣過貨 但我一定有收過貨 大家一收貨 一定見過 你的包裹上貼過一張貨 那張貨 裡面一定有個Barcode 什麼意思呢 就是給那些倉務員 很容易 因為我入倉 我要堆一次 告訴系統 我入了這件貨 我入倉 我出倉 甚至乎去到客戶 他拿了貨 我又一次 告訴系統 我這件貨已經送給客戶 等等 所以這個Code 或者這個Way Bill 就代表了這個包裹 其實要送去哪裡 其實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這個就是當物流系統一開始的時候 產生Way Bill 就要貼著整個包裹 以前就是我要將地址 由一個網站系統 再copy and paste 到那個物流系統 現在就兩邊連接了 即是你每一張訂單 自動去了 我們誇張點說 有些客人在說幾千張訂單 以前逐個copy and paste 搞幾個小時不奇怪 現在按一顆 我是問一千張獎金 今天eremos消貨 於是我選了 我按了 就會一千張Way Bill 直接就完成 然後就是貼 然後叫物流公司 當物流公司的倉務員來到 意外 最後便完成 系統自動幫我們 Bike 儲存資証 包括現在幾個點 而且通常會包括一個 於是活動抽身的追蹤碼 有時網站拿完了之後 會收到確認訂單 他還把追蹤碼給我 我進入到物流系統 我一按追蹤,我知道原來這件貨入了倉 原來他預期明天6點應該送到我家 那我就可以這樣查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現在的網店系統是幫你自動化做了 我們最誇張的,我剛才說了 以前他們做幾千張單一天的生意 他省了五、六個人手 就是為了物流的工序自動化了 就是省了很多 而且人手是會大意,或者他不小心 我總會重複做重複的東西 就算我貼膠化也好,都會貼錯 所以人手也很困難 所以這件事是減少很多錯誤出現 因為這個數碼轉譯 化了東西,其實就沒有了人手 或者填方,第一是這麼慢 你想想一下,幾千個交易 當我買口罩的時候 就算你這樣去買一個店鋪開 幾千單交易,要找多少人要做多少個小時 他真的在寫一張單,打完 然後填又開,又會錯 因為不小心,你買十盒 就把那袋東西給了他,他會拿走了 也有 立刻令我想起,我曾經搞過一些歌迷聚會 就是這麼頭癢 不知道收了誰的錢 誰入了500元是誰的 又說對 想不到最浪費最多時間 就是在這些最不應該浪費時間的地方 其實說到江迷再會,我告訴你 原來我們現在網站做最紅的網站 全部都是某些偶像的江迷那些協會去做的 他們一開單,有很多張單 因為那些江迷很瘋癲 所以很多很多,他們其中省了物流的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們 即是賣偶像的產品 現在很好買的 這也是一個你可以開的網店 現在就很期待了 分享一下你的成功和失敗例子 很想聽一下 那一個成功例子我都很深刻印象 那個人叫鞋佬,其實他也很出名 是一個男生來的,但專門買女裝鞋 為什麼他會買女裝鞋這麼成功呢? 第一就是他本身真的是女裝鞋銷售人出身 他已經很熟悉那些女裝鞋的特點 甚至女士穿下其實有什麼痛點呢? 其實就是穿高跟鞋很累 但他是一個男人來的 但是他銷售,他的口很厲害 而且他真的理解女生穿鞋的痛點 他現在做的鞋就說是特別舒服的 就算是高跟鞋,你穿了不覺得穿高跟鞋那麼辛苦 還有很多工作鞋,可能是護士 其他可能是每天站著很久 你的鞋穿得舒服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抓住這個賣點去開創了他的生意 當然他本身也不單是熟銷售 可能也知道整個production line是怎樣做 他參與了整個做鞋的供應鏈不同的崗位 他也做過 所以有這個經營,他就開始了這個生意 他也算是很成功 由零開始開一間網店去到賣 成功與否,就看他賺不賺錢 看來就很成功,賺那麼多錢 他開頭可能都是幾個粉絲 但是每次,他開頭是做直播的 開始的時候 他每次第一次直播,可能是幾十人看 到一百人看,到幾百人看 然後到一千人看 差不多是一直在累積他的客戶群 很明顯看到他是一個很懂得去經營客戶群的人 很多時候他的客戶粉絲去買東西 他會記得每一個人的名字 他會記得這個粉絲這個名字 其實之前買過什麼鞋 他會知道你上次買這個鞋行不行 他會知道原來你是喜歡這個pattern的鞋 其實我想很多成功售貨員背後 就是一個很強的記憶系統 就是知道所有客戶的pattern 當然,這個可能等一下有機會分享 就是我們都有一些系統 就是如果那個人不記得 那個系統可以幫他記得 我知道你的pattern 因為人很簡單的 如果我覺得感受到你的關懷 或者你記得我是怎樣的 我會特別對你加分 對你印象好 很多時候買東西不單止是買個產品 有時候可能買了一個感情 服務,服務態度 是的 他是成功了 他失敗了嗎? 不如說一下 失敗了很多 剛才也說過 走進來問我們 我問他你想買什麼 你的生意有什麼 他說還沒想 我還沒知道 我問他有什麼意見 我問他有什麼專長 他說不出 所以那些通常很失敗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其實他說得出他的專長 他說得出他很重要的 但他的專長太狹窄了 而他也沒辦法 將他的專長 去找一個對的市場調查 找到他喜歡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一個市場 市場有多大 怎樣找呢 他有沒有這個能力 你的意思是他沒有開 例如他有給了錢 我們開一個網店 但我發覺他沒有一個 強的執行能力 其實他的網店放在這裡 很久都沒有放東西上去 甚至乎有放東西上去 但其實他根本沒有辦法去找客流 因為剛才Francis也說過 其實我們開一個網店太容易 但在這麽豐富的互聯網上 拿到訊息是很難的 不要想著我開一個網站 自然有人流 這是不會的 在地鋪裡 我都可以開一個旺的地區 自然有人流 但你開網站 如果你沒有一個思維 或者沒有一個方法 去想怎樣吸引人流的話 肯定你的網站是沒有人流的 即是不是可以用一些 即是先前你說過 在上一集說過 即是那些數據 不知怎樣去調查你 然後你就來了 不然我就可以用錢去解決 調查所有的東西 沒錯 你說得對 就是你要你來了 我就可以調查了 我要來過 對 為何你來呢 你都不來 所以你來 其實要是付錢也可以 現在《利兔斯》 有很多廣告 怎樣怎樣廣告 但其實你都知道 每一個我買回來的流量 其實不便宜的 我們說便宜的 可能幾元 普通可能20元 貴的幾十元 比百元 一個流量都有 即是我來這樣搭進去 按一次 你怎麼可以解釋一下 怎樣可以買這些流量 例如我是賣鞋的 我可能買一些 跟鞋子有關的keyword 在Google上 假設有人搜尋 當然我們搜尋的結果 分兩種是付錢的流量 一種是自然的 我怕的是我的網站寫得好 內容好 很多人喜歡貼 我便排得高 但剛才說我只是付錢 我只是買某些keyword 那些人一搜尋的keyword 就找到我了 例如你一搜尋鞋子 找到我了 假設你一按 第一按一下 Google便會收錢 去到我那裡 其實我便要付錢給Google 我便拿了這個流量進來 因為剛才說 很多網站除了拿流量 就是拿LEED 我想讓人對鞋子有興趣 也要進去我的網站 我便會付錢 在Google上登這些keyword廣告 從而買到流量 通常這些keyword這麼廣告 如果我們說intent 即是說 我買鞋子有一個很清晰的intent 通常這些都會比較貴 真的在說幾十元一個 很貴 他進來未必會買的 我剛剛想說 第二部分就是轉換率 即是說一百個人進來 其實有到最後有多少人真的買呢 通常typical一個online store 假設不是做得特別好 那一個轉換率你猜一下多少% 即是一個雙位數字還是單位數字 單位數字 對 我覺得是單位數字 其實typical只有三個% 對 一百個人 三個人 就像我們以前說 寄傳單 或者後來寄EDM 即是電子宣傳單張 都只有幾個% 很厲害的 幾個% 即是叫做好了 對 對 有多過1%已經很好的 其實正常 即是你為了 怎麼散去 以前的SMS 或者現在的四位 要怎麼扔一些廣告出去呢 其實要按 即是他看到的 譬如你扔了電郵來給我看 我又沒有開過其他人看到的 是 你按了他就會回去那個網站 你會看到這個 按了你便拿回去 這樣 但如果他真的下廣告 去到一些人流過來 即使一開始我紅心壯志 我覺得那些產品很好 我只差在沒有人知道 我給了很多錢出去 他也算是很積極 即是我覺得很慘 那些人都很失敗 但就算錯了 因為我一個Q一回來 是二十元一個 假設我真的只有三個% 即是說我二十元一個 我要有二千元 我才能做到三宗生意 如果我每宗生意 我要賺足夠多於六百元七百元 我才能做到三宗生意 是的 所以如果你一計算錯 你便做不到 那又反過來 如果計算那些數 我的毛利是很高的 可能計算到數 也可以這樣 對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想法 就是不要只靠 我要付錢的廣告 即的流量 有沒有辦法我自己開桌的流量 例如剛才說 如果我本身是一個KOL 我本身對這件產品 就是很多專業知識 其實可能我拍的影片 很多人看 那這些看影片的人 最後可能可以按了一條link 就去我的網站買東西 那這些對我來說 就是一些免費的流量 一些我自己主持的頻道的流量 這些就是最後變成直播大火 直播大火 這些真的有多 真的有 在內地就很厲害了 其實是否在香港 暫時都真的沒有很厲害 我想如果跟內地比一定差很遠 因為始終人數的比例都差太遠了 是的 而且香港經常說 大家買東西太方便 是的 我為什麼一定要坐在那裡看直播 即我自己下街隨時買都買到 我覺得香港直播不一定不行 要看幾項事情 就是是誰做 懂不懂做 那個貨 是什麼類型的貨 以及是什麼方法 什麼平台 去拿流量回來 大概這三個特點 我們要去看 但是你說好像Francis 大家一見到你 就認識你 就說 那些人自然會流量 到你那裡問你 我未必能看到貨 我不知道 可以找找我 那些人做什麼都 找Francis 問問他 有什麼事 就自然移到那裡 如果一個普通人 又不是KOL 又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對著鏡頭 或者做幕前 那些人就代表不適合開網店 還有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剛才說 怎樣留客 剛才說 如果我們真的20元 先帶一個客人進來 他就走了 這樣就沒有了 但是20元帶一個客人進來 不單是我買東西 我還要不停賣東西 不停賣東西 我能夠令到每一個客人 買多三次 買多四次 其實相繼的 顧客獲取成本 其實是平均了 是便宜了 所以這也是另外做網店 需要留意 或者可以再說多些 就是怎樣令到 去建立一個會員系統 怎樣能夠令到 所謂的翻頭單 是多 因為當那些人 叫做repeated purchase 翻頭單是多 其實我每次顧客獲取成本 我可以付出的錢 就可以更加高一點 即是一些loyalty program 剛才Eric 就說到loyalty program 即是開網店之後 有一些叫loyalty program 是甚麼來的呢 我想如果以前看實體店 通常都有些叫會員系統 會員系統 我進來後 可能寫下一個名字 電話 拿一張會員卡 我很多 都是吸引仔的 還有現在甚麼都說 要會員 糟了 我太多密碼 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去到網店都是類似的 我們更簡化 通常進來會有一個banner 去吸引你說 如果你首次成為會員 買東西 可能有extra的八折 假設我是不是都買東西 我當然想拿一個八折 如果我要拿一個八折 成為會員 原來成為會員很方便 可能我按個債 入個電話號碼 發給我 那我就成為會員了 其實都很方便 所以一就是在網店 怎樣去吸引人 有興趣成為會員 通常就是靠折扣優惠 好了 有了會員之後 怎樣經營的會員系統 就是不停要做些事情 例如我有些會員金 可能你生日 我知道生日 在那個生日月 我又給你一些會員金 可能你每次買東西 買多少錢 我可能有些extra的會員金 給你 又或者你每次買多少 又會憑你買東西的價格 又給你一些會員金 當你已經有些會員金 在我這個網店裡的時候 你就會想 我的會員金不用 好像很虧 好像很浪費 那我下次想買這類型的東西 我就一定會想回我這間店 反正我有些錢 為何不用了它 我還是回來買回來 這就是成功幫你 把你的客人再帶回你的會員 去你的會員買東西 我的會員金 即是類似職儲分 對 現在很流行 可能每買滿100元 就儲一分 一分真的是當一元用的 假設你今次買了2000元 那你便有20分 是啊 那我剛才說 我下次再買東西 我就立即獲20分 甚至乎有時更有趣 就是我有些很限量版的產品 一定要用會員金買的 或者用會員金便宜很多 那我就想 哎呀我為了買你下次限量版的產品 我就今次買多些東西 那我又買多些 再加多些東西 是什麼呢 例如我每買滿300元 就再送多10元會員金 我明明買280元的東西 我當然買多20元 我又儲多10分 那我就硬買些東西下去 那這些都是幫我們 將每一個basket 即average order value 可以再提高的方法 再加上我可以儲積分 即是或者我 總共買滿2000元的 就是銀級會員 買滿5000元的就是金級會員 原來金級會員 我每次買東西有8折 銀級會員只有9折 那我就想一路一路儲下去 令到有8折 那我下次買東西又開多些折 即使使用多些 他就覺得 我從9折升到8折 就像坐飛機一樣 操理數 這些全部都行的 在我身上 即是我的婆子數 你剛才所說的 都覺得很好 吃多兩餐 下次有9折的了 每一次坐飛機的時候 就看一看 原來自己差幾分 這情人差幾多 去到那個bar 要不要去多折旅行呢 這個又真的養著一群熟客 令到他們很投入那個網店 是 還有一方面就養著他們 另一方面 其實你也可以拿到更多的資料 因為通常會員 通常我們進入一個網站購物 你會見到一些叫anominus 即是非會員登入 或者叫anominus 即是沒有留底 但如果我留底 你之前是我的 下次你每次來 其實我會留意到你來了幾次 你來得多久 但如果我每次用anominus 其實我未必會留意到你 所以這也是令我們累積多數據的方法 那些數據 譬如說我是一個網店的店主 那我就可以打開一些數據 當然他自己看看 怎樣運用的數據 去調節自己的生意 是啊 例如我明明知道 原來我的客戶是女性多的 可能我做多些promotion 就是針對女性市場 原來我還要知道是OL的 可能是25至35 這個年齡層 那我便會進入多些貨 針對這個市場的貨 這個是不是大前提 要他登記成為會員的時候老實 是嗎 一來吧 有時候有些人明明一把年紀 我想我永遠都是18歲 我只要填18歲 或者現在要買東西 那你生日那個月便會便宜一點 那就填8月吧 哈哈哈哈 然後下次忘記密碼便登入不了 生日什麼時候都忘記了 這個是不錯不錯這個方法 好了如果有這些系統就很好 但是上網買東西呢 我記得以前曾幾何時 我關於付錢那一刻 我令我卻步的 現在付錢就好像方便很多 現在多了很多種 最傳統以前就是credit card 是啊 即是一打開市場就打下credit card 是啊 那通常credit card的不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手續費會比較高一點 是的 那手續費是收店主還是收到的 這個就好看生意模式 或者店主的取決 當然 一定是向店主拿 但是店主將成本轉價 轉價給消費者 一定是自己吃 現在當然比較普遍做法 就是沒有分的 任何payment gateway都是同一個價錢 但是有些所謂的margin很低的店主 所以說你用credit card 我就說明是要收多3% 是啊 因為對他來說 3%可能都很多 是啊 所以一方面他真的想收很多 另一方面其實他想你 鼓勵你用第二個payment 你看到3% 另外一種的1% 我當然是用那種 是啊 那對那個merchant商家的成本 就少了一點 特別買電器 我覺得電器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margin低 還是怎樣 都是給三副鞋物 吃東西都低的 是啊 因為我記得給錢的時候 就說收credit card是什麼 那我就用其他 是啊 可能要直接給現錢 或者過現錢 是啊 所以這個第一種就是credit card 第二種就是digital wallet 就像八達通 阿利Pay 這些都是digital wallet 即是你預先會充值了錢 在你的錢包裡 就是在你的錢包裡 通常這些呢 那個rate就會低一點 等一下可以再說 就是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大家知道 網上很多時候 有些fraud的case 一些信用卡 道用信用卡的case 我們都有發生過很多 就是一些merchant收到 一張訂單很開心 三千元 送那件貨出去 然後收到銀行 クlicka公司來 Sorry 你這張卡是一個 道用信用卡的卡買的 如果最後證明不了 很多很多東西之後 有可能你那三千元 是要charge back 要還給銀行 那貨就沒了 貨又沒了 錢又沒得收 那就貨財兩失了 好慘 所以為什麼 網上的credit card的rate 會相對高一些呢 第一就是因為risks很高 就很容易出現 這個道用卡的情況 因為如果你在physical store 可能有一個cam拍著 你也真的有一張卡 但online你又不知道 那是誰人 就這樣入個number 就可以完成transaction 其實相對的風險是高很多 因為風險高 所以那個rate也會收得高一點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商家輸 有時候可能是銀行輸 銀行輸得多 最後就是將成本轉價回到消費者 所以rate也會收得高 那就讓我講一下 其實就是 我經常都要講這些信用卡 那些事情 我經常都要提醒一下聽眾 因為現在Eric也很清楚 其實是有幾套不同的收錢方法 主要講credit card的話 就有一種叫做立體認證系統 立體認證系統 就是我們經常講 當你上了網 買完東西 打完信用卡 打完之後 有些就直接說搞定 有些就不是 他會彈到另一個網站 然後去了銀行網站 麻煩你填回 我們會發個sms給你 有六個字也好 有八個字也好 我們叫one time password OTP 其實就是一次性文碼 發給你 綁住 綁住之後 其實就證明了什麼 就證明了那個卡主 真的是自己的手機 supposed你自己拿著 手機你自己拿著 就證明了那個是你的 所以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只是說證明了 基本上 如果在一個網站 你在一個網站 有這個我們叫做3D Secure 系統買東西的話 其實有什麼事出的時候 就是那個卡主要負責 因為那個卡主 OTP 是他的卡 他自己拿著 所有東西自己拿著 supposed 客戶自己要負責 如果你這樣也被人盜取了 但是如果那個網站 沒有這個系統的話 就可能是那個merchant 就是那個商戶自己要負責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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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exceptional case 所以你剛才說 那個系統就是彈到另一個畫面 接著OTP 一個格子 你等幾秒 這個系統就是 3D認證 安全一點的 是的 會是這樣 為什麼經常都說 OTP 因為你的one time password support 這個一次性密碼 就是傳到你的手機 你登記那張卡 已經綁了手機號碼 正常是不能搞亂的 當然現在的騙徒是很厲害 這個也要大家要小心 但是有做一定比沒有做的 就是在一個網站 有些人就拍麻煩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做這個認證 收到價格的機會會大很多 我其實作為一個市民 消費者 每一次我上網買東西 習慣於問我拿信證卡的東西 我每一次都抱著一個 這次會錯的 或者這次會被賊入針的心態 要做招 被人偷了個號碼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100次都抱著這樣的心 我覺得是很多賊 除了你說的one time password 還有一種是 入信證卡的背面 那幾個號碼就可以了 這樣輕易 那個是信用卡的 我們叫CVV code 是一個安全碼來的 那個就是 就不是跟那個信用卡的那麼簡單 是跟一批 批次 那張卡都是印了個號碼 但是那個信用卡 會記下那個號碼 有些是寫在後面 有些是寫在前面的 然後跟那個批次 那些號碼 那麼多一重的保障 純粹就是說 因為有些騙徒 他們只能拿到你的號碼 可能沒有那些資料 有你的名字 但又沒有 我們叫CVV code 我們叫CVC code 當然一次性慢慢 就更安全 因為他們直接傳到你的手機 就變了很多重 因為現在那些騙徒太厲害了 我們已經進步到 我們現在這個人念識別 去開帳戶 那些騙徒 都可以用一些 我們叫Deffic 心藝的變樣 變臉 去開帳戶 所以 變了開網店 就不只是用戶 例如我去買東西 要小心 其實做店主也要小心 因為市面上太多假卡 只是剛才那個案子說 收完錢 送了貨出去 然後Credit Card的銀行 要我退回錢 我的貨沒了 我做生意真的 很慘 很傷心 所以大家開網店 也要留意一下這個部分 我覺得 我已經很有 passion 我已經準備要開網店 哈哈哈哈 但是開網店 是不是就不需要辦公室 今時今日可以省錢 當然我們有很多 剛剛開始開網店 真的在辦公室都沒有 甚至最初是BR 即是Business Registration 都沒有 你家裡開 真的試一試 當然我們鼓勵 你試一試是OK的 但當你試到 你發現我OK 我真的想認真做一個生意 的時候 就要有Business Registration 至於需要不需要辦公室 我想看 其實反而不是辦公室的問題 而是倉的問題 即是你的貨放在哪裏 其實真的不用辦公室 因為你最簡單 有一個手提電腦 即是你賣實體就要倉 但是你賣膠化也要有地方買的 也要真的擺東西 當然現在有一個生意模式 就是連倉都不用 為什麼呢 就是我連倉都租了一些 物流管理公司 他們給我倉 總之我令到貨直接入倉 然後當有訂單的時候 直接從倉去出貨 我連這一部分都省了 當然我租倉有租倉費 每次入倉出倉也有費用 不過那些就要收拾得很好 即是因為你始終 如果我有一大堆東西在那裏 那個物流公司 未必會幫你收拾得很好 你自己要 譬如買一件 就是一件就是一件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如果這一件是有幾件 搭買一件的 平時在公司要搞的 那些物流公司 就未必會搞得這麼仔細 哦 OK 其實賣實體的產品的話 不多不少都要有一個地方 即是無論是倉或是自己 你都可以買家的 那幾個速遞 你都可以買家 然後收拾完 然後下午就把東西拿去寄 都可以的 有有有 我記得我有個粉絲 他跟我說 我現在做生意 我說什麼生意 開給我看 他就在家裡賣一些飾物 這樣寄出去 即是自己穿的 那些 那些這樣的東西 都可以 在家裡都可以 都可以的 如果從小開始做 是 那 OK 便宜就便宜 貴就貴做 但是這樣說 當然可以不要店 是啊 但是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經常都說 O2O 就是Online to Offline 或者Offline to Online 甚至有些叫O2O2O 就是Online to Offline to Online 即是內外匯一個圈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當然本身如果你有一個 像疫情一樣的店舖 但是沒有人去 那我租了一個店舖 可以不可以不去的 那我就開一個Online店 賣完東西 你可以選擇 送給你 還是你下來拿呢 你下來拿又有一個好處 始終又不是說 完全是Online 一定是最好的 Offline 即是你有一個店舖 就有一個人對人的一個互動 互動中又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那些客人就是這樣 互動歸互動 或者我想要摸一件東西 但實際上買的時候 可以上網訂購也行 即是我摸完就可以了 譬如買罐可樂 其實都不用摸 可以全部Online買 但如果你說我不是買可樂 我不是買可樂 我真的想摸 即是你買手機 也想摸一下 是的 所以你就下去摸 摸完是不是買呢 就不知道 即是你摸完那個銷售 即是你摸完那個銷售 即是可以關閉那張單 這麼小就OK 但大件的可能 電視機看完 看完的 回去量一下位置 這樣 量一下位置 我又去 不用擔心我上網訂購 這些就是O2O的 譬如我訂完之後 你拿比較少禮物 你下來拿 你下來拿的時候 你又可以騰一下 其實這件也很好 然後又去做這些 這個就是一個O2O的過程 我曾經差不多去過一個活動 他在一個商場那裡 就放了好像一個嘉年華 很多個BOOF 這些所有的BOOF 都是來自韓國的 那些韓國的廠家 來到香港 放了每一件貨 只有一件 沒得被你拿走 看完所有東西都沒得買 然後就有QR Code上網購 入地址 他每一個BOOF 都有一個銷售 但是你想拿走 拿個交代 抱歉 你給多一點錢也不行 你要上網 我覺得其實挺有趣 還有挺好 對於跨地域 還有挺有趣的 這個體驗 我想他做得對 因為他始終是在韓國 他沒有辦法長期放在BOOF 而且他在香港沒有店舖 對 他寧願拿到網上網購入 或資料 他會令你習慣 下次再買 就去網上網購 去網上網購 不需要真的有一個店 不需要真的有人放在這裡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你不要理我怎麼記 總之你給那麼多錢 我們也收到這件事 是啊 我覺得 新的世代還可以 也做到剛才Francis 說什麼O2O2O 我又真的摸到 但摸完之後 我又真的有好處 有時候我真的懶得拿 我幻想如果去日本買東西 如果日本有這些功能的話 我不用抬那些行李牌回來這麼辛苦 我不用拿去寄 我買完之後他幫我寄 我更開心 其實在飛機上面那本書 有些什麼功效 你可以上網買 買完它就寄給你 很多航空公司 那個叫Infirmat 飛機艙裡面那本雜誌 那些Duty Free那些東西 是的 其實那本東西都是因為功效 我在英國就見到一些很有趣的 一些電腦 賣電腦的店 他們進去 很多電腦在那裡 但全部都是拿不走 又是這樣 旁邊有個機器 你自己按 按完買 買完就 有沒有一個舱 如果沒有就送給你 是啊 就不同香港 香港就多數買完就走 我買完就等 我就不會帶 在外國又不同 大家都習慣了 那個Online Shopping 就是在上網買的那個心態 只不過下去見到 那下去見到 就在那裡買賣 但是都是等你送貨 我想除了是食物 或者是一些很熱的食物 就算你雪藏食物都可以 很熱的食物 我要即時吃的一串魚蛋 就沒有辦法了 其他所有東西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我看過有人送咖啡 上網買完之後訂咖啡 等於現在的快餐店 都有一些送貨 都可以做得到 只不過 當然你在那裡煮熱 燃燃燃在那裡吃 當然最好 但是你想想 好像在疫情那樣 餐廳都不開的時候 這些其實真的逼出來 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大家習慣了 哦 疫情 都沒得選 於是乎 送去家裡又行 或者你去買完外賣 然後走上車 我們沒有興趣 在車裡吃 我還特地買了兩張椅子 在街上蹲在那裡吃 所以我最後沒有用過 車中泊 對 車中泊 不知道怎樣 做了一板 這些是在疫情中逼出來 以後做Online 或者做O2O 那算不算呢 Eric 我們想問 疫情是令到Online Shop 更加成行 其實在疫情的初期 這個數據很明顯 我們自己看到 即是我們自己的生意 我們的客人的生意等等 其實是升了三倍 最誇張是沒有疫情 到疫情中間 那個階段是升了三倍 口罩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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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來說 On average 升了三倍 當然 現在到疫情後階段 我們都看到 可能稍微跌了一點 也會有 所以 但就算跌下來 跟疫情前來比 我想大家已經有一個training 習慣了很多已經Online搞定 甚至乎以前 可能給錢都不習慣 現在 給錢已經很習慣 Digital wallet等等 全部都沒有問題 所以疫情 我想是加速了 我們所謂的數據化 數碼化 那件事 政府又要安心出行 又派電子消費券 其實就算 連老人家都需要用手機 真的 真的 整件事都推廣到去 不只是年輕人 所有年齡層 基本上 都向著這個方向 一步一步學 跟社會變化 一步一步離 雖然疫情是悲慘的事件 但實際上 數碼紅溝 我們都說 數碼紅溝突然縮窄了很多 所以 有自己的網店 有自己的夢想 遇到什麼問題 再找方寶橋先生 還是Eric 也解答了 大家都可以數碼化 希望大家可以 有自己的夢想 加油 這一集 多謝兩位 我們夠時間 下次再見 拜拜